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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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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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镇 是 同时亦都每个月 之前都会有一次大概一个月一次喝茶 亦都会参加一些武术比赛 我们最近都得到很多奖 在全加拿大太极公开赛里面 我们很多会员都得到奖 我本身就在全加拿大的太极公开赛里面做裁判 其实很想问一下张师傅 你自己觉得二十多年前的太极的兴趣班 跟今天有什么不同 或者会员有什么不同 你觉得发展是怎样 有什么改变 太极本身就是跟随很古老的 一个方式来练 其实泰拳的缘由已经很长历史了 按照历史书来说 源于我们张三峰 元朝时代 其实之前已经有十三世 开始流传在民间 即是很长历史 我们一直从历史演变里面 所以太极拳分了很多不同的派别 开始的时候有陈诗 后来演变成阳诗 又有其他的酸诗 吴诗 你对于福门太极社 未来的展望是怎样 我们希望目的都是主要 会员多些练习 交流武术 还有希望他们多些身心健康 运动 最重要就是 你们现在招揽的会员 年龄有没有说规限他们 就是要多少岁至多少岁 才可以来学太极 有没有这样的 太小不行 通常没有什么限制 就在这个大约十几岁 一路到我们会员有七十岁 至七十几岁都有 即是其实年轻人都已经可以 只要是对太极有兴趣 就是 今天多谢张师傅 跟我们谈了这么久 有关福门太极社的资料 希望下次可以再请你上来 除了说给我们听之外 还可能可以亲身示范给我们看 好吗 多谢张师傅 现在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再见